大天福地人為貴 順則吉係空則背 元泰祖 回到第二節的元泰祖 林師傅 我們上一次就問到 我們在八運中 那班少男來到九運 會是一個什麼角色呢 其實去到九運 就由於七仔在八運中發生的事 變成過氣星 在九運的開頭 你說開頭幾多年 就說不定 一般來說可能四年五年左右 它依然會有些餘威影響到局勢 但是過了四五年打後 其實它的影響力就會逐漸減少 因為它已經過氣 餘威也會完全由九運當中的九字星 完全接軌了 掌權 因為九運當中的是中女 就是剛才我們說二十至三十五歲 其實都是年輕女 這一段時間 年輕女就反而說是八運所流下來 當中的原本的太上皇 就會坐在一邊 所以可以預測 這一班的男生 即使來到2024到2043打後 基本上它的影響力 甚至乎它的運程 都會慢慢下降 不及它在2004到2023 這段時間可以叱測風雲 這一班男生 在八運的時候 影響力大到 連國際社會都會關注我們香港 所發生的事情 是 那是否代表 接下來這班中女 即是二十至三十五歲的 這班女生 都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發揮得這麼厲害 絕對可以這麼說 是很大機會的 基本上你見到八運的期間 那些當中的人 他有什麼經歷 你都可以猜得到 大概九子的時間 中女的經歷 這一個九運度 今年的選舉是2020年 暫時不會是九子的人當中 獲得很多選票 簡單來說 譬如我們預測是十一月 是不是十一月 選舉 九月 九月選舉的時候 這個九子當中的女生 可能只有一兩個人 能夠獲得一兩席 而更加多的人 反而是一班二十至三十五歲的人 能夠獲得更加多的票 其他的可能我們說 一些年紀再大一點的 可能三十五歲打陷的男生 即是楊岳橋那些 不開他們的名字 對不起 那些不說他 那一班就可能 反而未必會有這麼多票 接下來八運就完 九運就到了 九運到 除了中女 即我剛才說的 年輕女會當中之外 還有什麼特別呢 因為九運入面 九是屬於離宮 尼就屬於火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預測 在2024至2043裡面 這二十年會有大量的火 這個火不是戰火 有些人聽到 那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戰打仗 其實又不是的 因為這個九 它所代表的 純粹是尼為宮 是火 會燒了很多東西 也都代表很多東西 會在九運裡面 好像被火燒一樣 燒成灰準 不再存在 所以會一把火燒完 重新進入一運 所有東西是進入一個毀滅期 準備要重新 即整個九運就是準備一運 由頭來過 是的 由頭來過 所以一些以前的東西 在九運裡面 都因為遇到火 而很多東西燒盡 由於九運 它裡面當中的 是九子 九子熟火 我們說是離為火 所以 在九運裡面 會有大量的火 包括什麼呢 例如一些山火 是會有大量的 甚至乎一些碎火山爆發 流到熔岩周圍 都是周圍火燒 將會是 在九運裡面 最主要面對的問題 那你說看八運 其實八運 它最麻煩的是什麼 八運 它所代表的東西 其實它是屬土的 所以八運 很多時候 一些自然的災害 都是會由土地所引發出來的 例如地震 山泥傾射等等 大家其實這件事情 你真的查一查 你真的查得到 記不記得這個 南亞海嘯 南亞海嘯 就是04年 剛剛好達正八運 那段時間 另外還有日本的福島事故 也是屬於八運裡面 全部都是因為地震而引起的災難 都是在八運裡面出現的 你看回之前 可能我們說七運 六運 七運裡面 就會相對較少一些 因為地震而引起的問題 譬如同樣地是核事故 我們看到這個切爾諾貝爾 切爾諾貝爾的起源 不是因為地震而搞出來的 這個災害 而這個在八運裡面 就是由日本 比如說日本核事故 就是地震震 滲完之後 有海嘯 再出現一系列的災難 去到九運裡面 可以預計的 你們看到八運有多少地震 有多少恐怖 在九運裡面都會出現 就是用火來呈現 就是用火來呈現 在八運的時候 就用泥土 用土地來呈現 譬如我們說四川地震 日本地震 南亞的海嘯 因為是地下的地殼震動而引起的 所以是相當危險 如果大家有看新聞的話 其實早在一個月前左右 中國都有一個很多年的火山突然復活 現在人們就說 會不會是火足倒下來 暫時真的不敢說 會不會有這件事 因為九運是火 但是現在未到九運 這件事會發生暫時 言之上早 不過的而確是有這個可能 因為它是熟火的 反過來 你說三峽大壩 它現在想倒下來 這個是熟水的 熟水的 現在到尾其實就未到 所以你說三峽大壩 一下爆了 倒下來 可能浸了很多城市 造成很多人命傷亡 當然可能就未必能夠發生 這件事未必會發生 因為這個是熟水的 不是熟火的 如果熟火的 譬如你說見到大陸 突然間有一堆火災 或者在美國那邊有很多的山火 這些就反而是一發不可收拾 所以入到2024年到2043年 大家萬事要小心 因為一些火災是會經常出現的 同時間也會出現大量的炎症 現在2020年 我們經常說肺炎肺炎 其實都只是一個開始 來的 我們說是前菜 因為炎症 我們在玄學 甚至中醫上 都當是一些火症 我們叫熱病 是因為燥火 或者因為一些火多了 不失調 所以出現的疾病 在九雲裡面也會繼續大量這些 我們說熟火的疾病會出現 到時候可能大家見到的會有些什麼問題呢 心臟病 血管的疾病 或者一些我們那個肺炎炎症之類 將會是直捲全世界 所以九雲如果你說要做一個推測 甚至乎我們說 什麼人會在這個世界當症呢 年輕的中女是會當政的 而我們面對的一些自然災害 將會由一直以來 譬如這二十年 我們見到比較多的地震 就轉為可能是跟火有關係的東西 但是就不等於戰爭 因為戰爭所代表的是鬥爭 是乾戈 它不只是代表火的 那這些反而你說 在那些二運、三運裡面 它的出現就會比較多 二運、三運比較多仗打 四運的時候比較多 如果發生戰爭 就在一些文書和意識形態上的爭拗 因為四六是主文章的 所以一般來說 是跟一些思想、語言 甚至乎我們說是 on paper 一些什麼主義 是一些思想類的東西 而引發衝突 而這件事是會影響全世界 那很多的 我們說一些tootie 就是可能是條約 或者其他都會在四運那段期間 出現比較多 但是去到八、九運的期間 就已經不是這支歌仔 可以說九運其實都是一個亂勢 那我們有個問題 就是九運就屬火 那會不會因為火就熱 會不會可以說 是全球暖化的問題 都會更加嚴重呢 如果你要這樣說 都可以算是 但是全球暖化再引來的 下一個問題 我們就是說水災的問題 這就是關乎到一運 就是說再過二十年 就是2043到2063年這段時間 因為就是一白當中 一白所代表的是貪狼星 也是陷工 是屬水的 一白因為陷工屬水 那會不會是九運 因為太熱 是一堆火災 而引起那些冰川溶化 在一白一運的期間 出現一些水災 大量的水災 這件事恐怕都是有些機會的 因為一白當中是陷工 陷工有水 那你剛才所說的氣候問題 譬如冰川溶化 必然水位上升 然後導致能一部份的城市煙沒 那有些人經常說 什麼馬爾代夫 啊 什麼什麼 有些低瓦斯地區 圍亞納 圍亞納 可能會浸了 那如果真的浸 都是一運浸 所以大家都不需要擔心 起碼有四十年多 可以去旅行 那希望當地政府 也有辦法去面對這些問題 可以克服到那個氣候轉變 嗯 我們講到這裡 剛才我們講了很多 包括有哪一類人 可能是掌權 那樣 我們講了很多 制度外 反對派的一些人 那樣的形勢 可能會是怎樣 但是我們一直以來 政治 很多都是中年以上的人 才會去參與政治 或者才會去真正的掌權 那我們怎樣 靠這個去看建制派 或者政府 是誰去掌權 誰去掌權 同樣地 如果一個政府 或者建制派 是否想能夠暫時穩定 現在香港的政治局勢 或者想香港的發展 能夠長遠當到拳 握得拳實 其實是應該要起用一些中女的 嗯 你不需要讓一個中女做特首 因為你是違法的 對 特首是四十歲 但是你可能在一些建制派方面 如果他能夠同樣地派出一些中女去參選的話 其實的勝算是有的 所以基本上現在狗仔 就準備當中了 2024年之後 那今屆選舉就不需要說了 到2024那個選舉期間 如果真的某些建制派的人 他是想自己的黨能夠勝出 或者能夠獲得部分的權力 應該由現在開始培訓一些中年的女生 去為這個建制派 準備一個新血 那同樣地其他陣營也一樣 因為接下來將會是中女的年代 嗯 提多例一次 中女不是說三十幾四十歲的那些 是20至35歲的那些 我們稱之為中女 反過來在我們香港社會 叫做年輕女的人 都是的 是我們的年輕女 那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林師傅有沒有什麼想和大家補充一下 有的 就是這樣的 因為上兩集都講了一些 一些轉運的性物 或者一些風水品的 那 想提一提大家 就是那個轉經輪 其實我是沒有發售的 所以都不需要上來店裡問我買的了 那至於這個作名佛武 和這個獨股鋼呢 那這些是要餘約購買的 所以麻煩大家如果想買的話 都先發個訊息給我 餘約 你越大可能一個多兩個星期才有貨 因為要訂做 那就不要自己某某然摸門上來 因為這個星期都搞到有很多朋友白走一趟 上來就摸門釘 要不就沒有貨給他 因為就不是有現貨 這樣隨便放在這裡 我店主要都是做一些風水玄學 或者一些改運的東西 這些售賣類的東西 就暫時才有的 所以不需要突然走上來 好 那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接下來書戰 我們是沒有擺檔的 所以大家不用書戰找到我們了 好 記得Like我們這條影片 把這條影片Share 出去給你的朋友一起去分享 亦都要Subscribe 我們的YouTube Channel 亦都將節目的提示小鈴鐺打開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 下一集回來再跟大家 完題組